微信上经常给你发自四种信息的人,请马上拉黑 微信本是一个很好的聊天工具 可偏偏就有很些人不安静,不甘于和谐的聊天 在微信上乱发一些消息给你,让你更加讨厌 甚至有些人是好朋友,让你更加无奈 是要拉黑,还是就这样一直被他骚扰呢 为助你更加了解微信好友 以下是经常给你发四种信息的人,请马上拉黑 希望你铭记于心,对号入座 他们不尊重你,你又何必给他留下颜面 一,推销产品 很多人会利用微信做营销产品,经常在微信上推销产品 而且他们的推销是喋喋不休 刚和你推销没几天,又开始来给你推销 甚至朋友圈全是他的产品,而且还会经常给你发他的产品 不在乎你喜不喜欢,就是一个劲的给你推销 这种人可以拉黑了 二,群发广告 有些人朋友圈发广告不过瘾,就是喜欢群发广告 只要你在他的好友圈子里,就能够收到他群发的广告 而且不会只发一天,一个月你会收到他群发十几条广告 重复考虑你愿不愿意接受广告,这种人请马上拉黑 三,不经你同意,邀请你进群 有些人就是喜欢建群,或者是喜欢他的圈子 然后就会频繁地把你拉入你不感兴趣的圈子 经常不经你的同意,邀请你进群 而且这些群,禁举不是广告,就是洗脑 这种人其实就是不尊重你 这又何必给他留好友的位置 四,发青粉测试 是从完微信开始,最讨厌的就是发青粉测试 当然一次两次倒是无所谓 有些人是隔三差五就要青粉 这足够说明他就是个骗子 如果家的好友都信任他,整能删除或者拉黑他 他的目的就是把删除他的心理了 和隔三差五的青粉 这样人还有性跟客谈吗?果断拉黑,否则你早晚会上到他的贼船